我们来练习一个小小的例子 叫做无限复制 那我的题目情境是这样子 就是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 我要布一个数学题 让低年级小朋友练习那个钱怎么算 那所以我要去画 一元 五元 十元 的铜板 那所以我就在 这个题目我也没有练习过 所以我去AI比这边 我去找看有没有铜板 如果没有怎么办 如果没有的话自己画 好假设没有 很好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 绘制基础图形 那这个绘制基础图形 它正方形圆形跟三角形 那我们铜板就用圆形 所以你就画一个圆形 然后里面可以直接写一 对不对 那一从文字这边 点一下文字 然后随便点一个位置 写个1 写个1之后呢 这个是选取工具 用选取工具去选到 这个1 然后把它放大 拉大一点 然后再把它移到中间 做一个一元硬币 然后全部选起来 这边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MyViewBall跟Windows 不一样的地方 就只有这个选取工具 它的习惯 跟我们的往常的习惯不一样 我们Windows里面 如果要选到这三样东西 它是用拖曳 左上角右下角 对不对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框框 就会把它全部选起来 对不对 可是在这里不是 这里 如果你没有经过 这里是要用画线经过 画线经过 那也就是说 假设这一个图 那我想把它全部选起来 那用以往的观念 我可能这样子拖曳 对不对 好把它先拉开一下 我会用拖曳的方式 那拖曳的方式 这个区域 它可能只会选到其中一个 那但是在MyViewBall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你要选到的东西 必须要画线经过的地方 那所以呢 你用选择的工具之后 你要去画线 要经过你要选的所有的东西 这样子才会全部选到 全部选到 所以你要 画线经过的地方 才会选到 这是使用上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跟我们Windows的习惯不一样 好 那所以我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 我Ctrl-C Ctrl-V 这个跟Word一样 好 然后再Ctrl-V 好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1改成5 因为你的大小都调好了嘛 对不对 大小都调好了 你再去改字 这样比较快 这样比较快 好 所以你就做了一个 1元5元10元的硬币 好 那我顺便帮它着色一下 那着色刚刚 这个圆的着色是 这一个油漆桶 我们用黄色好了 点外面的圆 油漆桶 黄色 请各位跟着做 点那个圆 不是点那个石 好 请各位做三个钱 做三个铜板 可以利用这个画 画一般基础图形的按钮 跟写文字的 打字的按钮去做 做完之后呢 用选择的工具 把它选起来 你也可以去涂颜色 好 图完之后 把它选起来组合 这等一下我再讲 好 请各位先做三个 1块5块跟10块 我们等一下做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好 就是我们会布一个题目 我们比如说买 买一瓶养乐多 6块钱 我们就要请小朋友 把钱拉出来 好 拉在那个 那个题目里面 好 我们会用到 画基础的图形 跟输入文字的功能 还有物件里面的 着色 跟组合的功能 还有Ctrl-C复制 Ctrl-V贴上 我布了一个小题目 老师去小七买东西 请你找钱 那刚刚这个铜板还没有玩 还没有玩 因为我们还少了一个步骤 那这个步骤是很重要的步骤 它叫做无线复制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铜板 设定在题目这边 然后它是可以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 所以我要用选择的工具 去把这个铜板 跟这个数字1选起来 有没有 选起来之后 它的物件里面 有一个功能叫做 复制并移动 所选物件 这个叫做无线复制 那所以当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它左下角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好 那表示这个东西是可以无线被复制的 所以同样的方法 我把五块钱也无线复制 我把十块钱也无线复制一下 好 这样我就做好了 这个铜板就会具有无线复制的功能 好 那接下来我在上课跟同学互动的时候呢 我这个题目我就把它切换到 播放模式 然后就问 那我现在买一瓶养乐多 6块钱 小朋友你是店员 你要找钱 对不对 我给10块钱 请你找4块 4块它就去拉 我要先组合 刚只有 好不好意思 你先把它群组一下 如果要取消之前的设定 这边可以点一下 编辑模式 不好意思 你要先到编辑模式 选起来 然后这里 这个是群 这个是群组 你要先 因为刚刚那个1跟这个铜板是分开的 1跟铜板是分开的 所以你刚刚这样子拉 只会拉出这个1 所以我们先把它群组 选好之后呢 先把它原来的功能点掉 先群组 群组成一个东西之后 再做无限复制 先群组 再做无限复制 所以刚刚这个东西 我先群组 然后再做无限复制 先群组 群组 再做无限复制 复制并移动 所选物件 这个 所以我在播放模式的时候 这个1块钱就可以一直被拿出来 学生就可以在台上去操作 所以你要拿多少钱出来 就反正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你就可以做一些 跟学生互动的一些演练 那他不要呢 不要的东西就直接按删除 选到他按删除 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操作 那这三个就是已经被你设定成 无限复制功能 那这个是蛮常用的东西 蛮常用的 比如说你是艺术与人文 你可以造一些不同长相的叶子 然后让他可以在上面做创作 他可以移动 可以旋转 放大缩小 然后去创作你喜欢的图片 或者蹊跷版的拼图 这一类都可以使用 这一类的这样的功能 这个叫做无限复制 那各位试一下 先把你的一块钱先群组起来 然后再把它设定成 这一个复制并移动所选物件 这一个就是无限复制的功能 那设定好之后 你就可以去播放模式 去操作看看 它是不是可以一直被拉出来 好 好 谢谢大家